男人女人感爱感性感分享 大家好我是宇文 欢迎收看感性男女 今天我们同样有两性婚姻主讲嘉宾陈光辉老师 嗨 还有黄秀荣老师 嗨 我们也有幸请来了一个知名主持人李善妮 嗨 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一个DJ嘛 都会就是当面对观众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那个听众会讲一些很气人的话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去处理你的情绪呢 当然在on air的时候 我们就要维持一定的形象 但是就尽快解决他把电话挂上 挂掉 然后就跟同事发牢骚 然后骂他一轮 对对对 其他听众都不知道 就是私底下解决这个情绪问题就对了 老师那你们有没有面对过 就是一些个案情绪管理方面有问题的 或者说人际关系的 那你们怎么样去指引他们 其实我们觉得说情绪每个人都有 那其实情绪的好处呢 就是让你们知道到底现在我在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呢就会带出说我想要的一些价值 比如说三年会感受到这个听众怎么这么气人 他可能讲一些话刚好冒犯了 然后三年本身觉得应该有的一些态度或者观念 这人就会生气嘛 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东西 就是重要就是在后面我们引导他去了解 到底你觉得怎么样才是重要的一份价值 怎么样才是你看中的东西 那程老师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说在情绪这一方面呢 我们是要查验自己那个情绪是怎么来的 是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价值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觉得如果对方是随于那种 是无理其道的话 你也不需要围着这个生气嘛 你了解的时候你清楚了解自己 本身做的有意有价值 是不需要看人家怎么对你的话 我想就比较容易过了 那站在这个心理方面的角度 是不是每一次我们有生气啊 我们有高兴啊 就要去检查自己的心理 是要检查的 检查之后我们又要再看看 那我要的效果是什么 把那个成是一种自动的一种行为的 一种自查的一个力量 了解这个为什么我有这种情绪 那是跟我里面很深层的价值信念是没关系 那如果说你已经OK你有去review 你有去找出它是因为什么 可是你怎么样去断定 那我这个原因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对不对 好 老师你觉得 其实应该这样子说 一件事情的发生不等于你一定要有那样的情绪 比如人家对你凶的话 你不一定要跟他生气回的 然后为什么 因为你认为对你凶的话是冒犯你的话 你认为冒犯你的话你就会生气 所以应该有A B C A是对方怎么对你 那不是冒犯你要怎么反应C 而是你怎么去看这个 如果你当时他冒犯你的话你就会生气了 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人还无几起闹 那么你一笑自知就没事 所以在约会里头我觉得我们男女之间都会有这种状态 就比如说好像女生他跟一个男生约会了 那约会之后当天过了之后 就是要说接下来是不是 有进一步的行动 对 进一步的行动 还有一个交往 后来怎么没打来了 两三天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份情绪了 开始就说这个负面 是不是我没有做得很好 那天是不是我自己讲错了什么话 开始质疑 又或者说他是不是喜欢另外一个 是不是也从此追几个 影响反应 对了 我们就有这种的状态出来 自己的价值观是需要由对方来建立的吗 那么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